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三連新聞團隊持續在中國的杭州 為您帶來亞洲運動會的第一首消息 我們又有好消息要帶給觀眾朋友了 就是我們的台灣南雙好手 莊奇森跟徐玉球 在稍早對上印度的組合當中 是以直落二的成績6比4 6比4 擊退了印度好手 最終也拿下了亞運南雙的金牌 這也是我們史上第一次 拿下網球南雙的金牌 真的非常恭喜這兩位 那稍早呢 我們也針對這兩位選手做了訪問 我們先來聽聽 稍早他們對這場比賽的看法 不簡單啦 因為這隊是真的很強 其實我覺得對我們比較好 因為我們人的場合已經很強 我們就準備比較好 其實我們這個比賽 幾個禮拜這個比賽打得最好 也不是說 不覺得對手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是準備比較好 你做什麼準備 我不知道 沒有參與 但是我有睡得比較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街發球跟發球上面都做得蠻好的 然後這樣就是說我們可能是這一週裡面打得最好的一場 就是我覺得不管是默契啊還是就所有的感覺都是最好的一個比賽 好 你剛才有聽到 Jason說的一場暗時有睡得比較飽啦 真的有夠恭喜 他拿到這次的禁牌 時間真幸福台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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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